姐 喝点茶 你说说你 放着好好的小少爷扑档 飞到这儿来说什么嘴 我不想一直靠家里呢 我想自己创业试试 你别看我这个店小啊 其实生意还不错呢 当初说好的 我管妈妈这边 你管爸爸那边 现在倒好 我一个人管俩 哎 姐 你管得挺好的 行了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我公司还有事 先走了 哎 好 姐 你慢走啊 你留下来看这小少爷 先生 这边请 请嗓妈点餐 有什么需要可以教我 喂 王总 我们都到了 您什么时候到啊 哦 好好好 王总让我们先吃 大家随便吃随便喝 哦 好好好 你赶紧找 大哥 你现在跟着 汤氏集团的王总 越混越好了呀 是啊 大哥 你跟我别忘了 多多提借兄弟们啊 嘿嘿嘿 那就看你们今晚的表现了 啊 好好好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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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满上满上满上 大哥 刚刚那个服务员 那么漂亮 对呀 这位子啊 那个真漂亮 待会儿啊 叫他过来 可以大哥好好喝点呗 嘿嘿嘿 看我的 服务员 过来 你好 请问怎么了 往这看看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马上给你们换一份 哎 换一份怎么能行啊 嘿嘿嘿嘿 过来 坐下陪我喝两杯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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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要是把我大哥派开心了呀 咋还用找你 在那儿上班了 放开我 跟我来吧 还跟我来 放开我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 哎 客人你好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跟你没有关系 你走开 滚开 滚开 客人们消消气 要是我们店员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替他陪哥不是 这样吧 我自罚一杯 今天这桌给大家免单 你以为一杯酒就能完事了吗 不是 你喝一杯 这不够啊 看不起谁呢 那你们说 喝多少合适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把桌子上的酒都喝了吧 这个事就聊了 来 全喝 都是你呢 老板 要不然是我来吧 不用 咱们 拖个腿 不 mic 那咱们 Ez 不 不 您 不 持 你以为得罪了我 喝了点啤酒就能了事了吗 小伙子 不服气是吧 没有本事就不要出来 逞英雄 我们走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今天心情不 你们两个 谁都走不了 我曹公子的酒 他今天必须喝 来呀 喝啊呀 找我大哥 别那么粗鲁嘛 我们是有素质的人 谁呀 我们干的乱 没想给现在你放手 我都要 只要你把我鞋上的酒铁干净 这事就算过了 我就放人 给我填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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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诱 来了个大女 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表哥 你陪我说两个 哈哈哈 喝一个 哎呃啊你活的不耐烦的王总你打我干什么呀找死啊七总没关联号手下的人 还不快给七总道歉 七总 七总您就是七总啊 姐姐 七总他是你弟弟啊 哎呀我该死我该死对不起七总我不知道你的身份你该道歉的不是我 唐少我我错了我对不起您我有眼不吃泰山小鱼您想怎么处理 你这么爱喝酒就把这些都喝掉吧这么多呀怎么 甜多啊 啊不多我喝 等等 喝吧 现在是我弟弟 他要是不解气你们等着被行业封杀吧 你快喝啊你害死我 喝 好了 我耍你的 你不会以为我会跟你一样用卑鄙的手段 对对对唐少您大人有大量怎么可能和我们这些小人计较呢 还不快滚 哎马上滚 站 七总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糟蹋我第一桌子韭菜 难道不给钱啊 错 滚吧 七总 我带他们走了就不打扰你们了 姐 小鱼这车我开箱下去了弄得有点脏一看 没事表哥我拿去店里洗了就是了你们刚才成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 哎呃行那不打扰你了啊你忙哎你忙你忙好 小鱼啊你这车啊太不方便了 这次我们回农村的那个路坑坑派派的你这车给颠的给你嫂子给颠兔了 哦我平时在市区看一下所以还好哦对了农村的路易不平这车体牌太低了那个刮坏了是吧多少钱我赔你 都刮了哎呀都怪你让你开车小心点你不听这下把车刮坏了让小鱼赔钱不说还把小鱼得罪哦看小鱼以后还把 我说这开车磕磕碰碰的多正常啊求你一天人家小鱼也不差了点钱 对吧 小子不懂事别给他一本钱 没事这都是小事你们也别为这样小事吵架啊行那我们有点事就先走了啊 听我说你人家小鱼给我们一本差点点钱 小汤总和汤市的合作项目 呦在忙吗表哥有什么事吗你上次借我那车我借给你嫂子她递开了好像是闯红灯了分不够扣了就那你分扣了反正开的也是你的事 哦对了过几天你表嫂的表就那儿子结婚我答应了人家借你车当婚车 行我来呢就是告诉你一声没啥事就先走了啊等等 表哥之前就算了以后我的车你还是别碰了 不是 汤晓月你什么意思啊我不配开你车是吧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是心情开一下车而已嘛那么小气 你老婆表舅的儿子算我哪门子亲戚 我的亲戚就是你的心情 汤晓月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家发达了就忘了我们这乡下穷亲戚是吧 我看不上你 你们心自问自从你们两口子来到城里住的是我的吃的喝的都是我提供的你们说要做生意这么多天了一直在适合我 我还不够照顾你们吗 行啊汤晓月一笔笔记得清楚啊怕是早就少年我们走了行你说多少钱还给你还我好别的不说就说我那车吧是限量的国内根本修不了修车费 大概七位数赔吧这么快自从你开我车到乡下装阔的时候就该知道这个结果 小元咱俩都是表兄弟不用算这么亲没那个本事就别拿我东西出去充面子给他两口子买张票送回乡下去 在寻慧怎么做人之前别出来给我丢人献烟 在哪里 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